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讲 佛友之天要友善 要君子之交 不要过深过浅 否则每一天恶缘来了 两个人连佛友都做不了了 要长思几境 自己修一修 自己观一观 自己对照着菩萨的样子 看看自己像不像菩萨 看看自己的思维修得怎么样了 有些人表面上做人很到位 大家都说他很好 但是他的内心修得怎么样 谁又会知道呢 要长思几过 静下来的时候想一想 我自己到底哪里做得还不够好 我需要怎么样去改正自己 因为我是一个要成为菩萨的人 所以我的心必须时刻以菩萨为榜样 师父为遵照 严格地按照师父教授的去执行 一定不要做表面上的功夫 很多人学佛做人真的很会的 我用一个不太贴切的词 演员来形容 不要把自己当成演员 一定要记住 尽管你在人道修得再好 以人做得再好 菩萨的样子没有修好 也不能够成为菩萨 菩萨的成就除了功德 还有自身的修为 并不是大家感觉很努力的样子 那只是装样子 真正修出来的才是真本事 这个世界上 人跟人全部都是缘分 佛友间也是一样的 一定记住 不要做秀 真修实修的人 才是最后上天的人 不要以为拜师了 就万事大吉 拜师之后只能说 你比别人更加具备了上天的资格 但是你们要在人间勤修苦练 一定要珍惜此生 一定要多做功德 只有功德 才能够是帮助你们上天的资粮啊 无论如何 大家一定要多多地做功德 好好弘法度人 更好你们的师父 好好努力 不管未来如何 都是因缘 希望大家今生能够成就圆满殊胜的佛果 成为天上的菩萨 阿弥陀佛 请师父开示一下 这是哪位菩萨的开示 你还不知道啊 都在圣佛吗 都在圣佛吗 还是观世音菩萨 这不是菩萨讲的 师父 这是你师父讲的 你看看百花佛法里面全有的 感恩师父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感恩师父 师父里面就是 讲到就是我们做人 就是一定要 不要做表面功夫 做人八面玲珑 没有用 要做菩萨 还有就是要真修实修 不是修给别人看的 你还加一句呢 师父再开示一下 我最近又开始了 你人做得再好 你最多在火葬场 搞一个追悼会的时候 人多一点 有什么用啊 你最后还是下去 你要记住了 不是做人 做人你下辈子再投人道 你要做菩萨 下辈子才能到菩萨道 你要做佛 才能做到佛道 所以做人做的好 有什么用啊 八面玲珑 最后全部被人家暴露 说他不好 假的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听得懂吗